大家好,我是阿灿 今天用鸡蛋和韭菜 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吃的做法 做法特别简单 做出来的韭菜鸡蛋不出水 不油腻 非常营养健康 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个漂亮的玻璃碗 然后再单手往里面打入5个鸡蛋 鸡蛋打好后放入一勺食盐 食盐的话我们一次性给它加足 接着往里面加入一勺料酒去腥 再加入几滴白醋 加入白醋能使炒出来的鸡蛋更加蓬松 渲软 然后再用筷子把鸡蛋充分的搅散 把鸡蛋搅至蛋黄跟蛋清融合在一起 搅好之后先给它放一旁备用 接着再准备一把清洗干净的韭菜 给它切成小段 韭菜不需要切的太长 大概在5毫米左右就可以 切好给它盛入盘子里面备用 接下来热锅放入适量的食用油 再给它摇晃一下锅 让锅边上都沾上食用油 油热后再把韭菜倒进去 给它翻炒均匀 把韭菜炒至断生 大概翻炒个15秒钟左右 韭菜炒断生后 然后再倒入鸡蛋液 用铲子给它轻轻的推动 让蛋液受热均匀 要不停的推动蛋液 防止底部煎糊 等底部煎至定型后 再翻一面 把鸡蛋都煎至微微变黄 鸡蛋如果想吃嫩一点的话 现在就可以了 但是我个人觉得炒老一点的鸡蛋 吃起来更香 而且还不会有一点腥味 一边炒 一边用铲子 把鸡蛋划散 这样的话 连韭菜吃起来都更香 把鸡蛋划散后 再给它翻炒几下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炒出来的韭菜鸡蛋 保证不会出水 也不会油腻 营养好吃 又健康 而且做法还特别简单 方便 这样一道简简单单的家常菜 做出不一样的味道 喜欢的朋友收藏起来试一试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帮忙点赞 关注留言转发哟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